确实林奕华她到底要12月25号上任 然后让大安区也进行补选呢 还是说像她现在决定的这样晚一点去就任 然后免于补选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父子骑驴的难题 因为你不管做什么选择都会有人骂你 现在大家会去说攻击她 说哎呀你怎么没有好好上任 如何如何 可是事实上这个时间非常的短 马上这个礼拜我们就要跨年了 然后再下一个礼拜过去没有两周就要放年假了 然后年假一回来 这个林奕华就上任了 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就整个时程来讲 她现在没有办法就任 有她的这个合理性 但是会不会遭到攻击 一定还是会遭到攻击 那可是因为今年 这个我讲的不是今年 应该说跨了一个年 2023其实就是正规的立法委员的选举年 到时候你有正规的大选 正规的选举 所以你从如果林奕华 她真的选择大安区补选的话 那那个时程是怎么样 是一过完就历年才能够补选立委 然后补选上的这个立委 她再过两个月 她就要去面临国民党内部的初选 因为国民党的立委初选 大概会在五月 所以从现实的角度上来讲 这也是整人 所以从各方面的部分 我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也许从林奕华跟台北市党部 或者甚至朱立伦党主席的角度 认为这个可能是比较轻的伤害 可是至于说就要用这个方式去讲说 市政推脱轨 市政不利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马上就是你上班日也没有几天了 然后过完就历年 他们就通通来上班了 他的政绩会 真的因为这个二十几天有差别吗 没差别 那我必须严肃的提出来 我认为蒋万安这次 女性格园没有达到 他的政治承诺的问题 而且比一般的惯例四分之一还要少 才六分之一左右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跳票 我希望我们年轻的 有活力的对未来 希望有所成就的蒋万安市长 要慎重以对 因为你如果不是真正认同这个政见 你就不要提 你提了政见以后 你就真的要做到 那希望他不能够拖很久 不要太短时间 一定要把女性格园补齐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